注意到就是說這個颱風 今年的3號颱風南馬都 您可以看到 它其實還在台灣的附近 但是因為它其實 已經慢慢要離開了 在升城之後 移動非常的快速 掠過東半部的海面 所以對台灣來說 陸地是沒有直接影響 但是提醒您可以看到 今天在北部 東半部還是會下雨的 特別在午後 這個降雨會比較明顯 好 我們來透過 整個颱風的動態圖 就可以看到 其實在今天 在它移動的過程當中 外圍環流雲系 還是為北部跟東半部 帶來短暫雨 午後各地都還是有大雨的情形 不過很快就會 回復到一個穩定的天氣 南馬都颱風生成之後 增強而且移動非常的快速 你可以看到它目前 這個速度29轉42公里 好 移動真的很快 北轉北北東的方向 要離開了 而這個七級風的 暴風半徑達到100公里 好 昨天晚間 來到這個宜蘭花蓮的東部海面 目前持續加快的要離開 但是因為整個現在 這個環境廠已經不適合 而也不立 這個颱風生成了 所以其實它的 這個最靠近時間過了 接下來就是往日本的 九州四國移動 對我們來說 不會有直接的影響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但是剛剛提到 整個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還是會降雨的情形 主要留意午後的散巴喉 好 透過雷達回播圖 你可以看到 其實颱風它離台灣 還是有一段距離了 但是當它在接近 在影響的時候 其實在整個北部 東半部地區 還是有降雨的情形 昨天入夜的時候 這個天氣比較不穩定 不過到早上開始 其實各地又會恢復到 一個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今天群來各地 注意了溫度都很高 32到35度 提醒您今天出門 記得多多補充水分 另外上午太陽露點的時候 還是要記得做好防曬的工作 接下來看到今天各地的天氣 好 你可以看到雨區的預測 在今天白天 其實主要的雨 都是在午後比較明顯一點 特別是整個東半部地區 在午後還是要提醒 您會有局部的大雨 尤其是又快又急的時候 瞬間容易有一些災情傳出 提醒大家多加留意 而另外在溫度的部分 都是屬於高溫炎熱 北部地區溫度來到34度 南部地區34度 今天各地都是一個 晴到多雲 午後4在8後的天氣 東半部的雲浪稍微多一些 但是溫度也滿高的 26到33度 外島的澎湖 金門 馬祖 今天同樣都是 晴到多雲的好天氣 氣象庭看廳提供給大家了 今天如果你要外出的時候 來看到 外圍雲氣的影響 其實會越來越少 但是北部 東北部 東半部 今天還是有一些短暫的情形 要注意的是午後的局部大雨 還有今天天氣還是好熱好熱 如果你出門 注意做好防曬 因為今天各地紫外線指數 都有機會來到危險級 還有 記得要多多補充水分 暑假到了出去玩 特別要留意了 把時間再支撐